新一季权力的游戏已经开播 许多粉丝们开始疯狂追剧 有件事大家都很讨厌 就是剧透 我们决定传播点虚假信息 给权力的游戏系列粉丝们 带来些许困惑 你对权力的游戏第七季 第一集中兵皇后首次露面 有什么看法 我还没看呢 伙计 你这是在跟我剧透 我还没来得及看 不单是第一集 其他的也没有 真的是很精彩 他在第一集中推倒了整座墙 然后杀死了夜街巨洛人 再说一个字 我会打你一次 我要告诉我妈妈 滚 您对第一集中 瑟西要杀死杰米有什么看法 这是我很喜欢的角色 我认为他很聪明 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女王 你认为他还会有什么计划呢 是和北方作战还是会去多恩 是的 他有点疯狂 我认为他已经摆脱了这些敌人 因为他把教堂神庙什么的都给炸了 这意味着现在他没有了那么多敌人 所以他能够更容易地进行统治了 对不对呢 你一无所知 约翰斯诺 有传言说第二集的时候 约翰斯诺会再次遇害 不 这不会是真的 是真的 我看到一个简介的泄密 他必须要再次死亡 不 我不认为他会第二集死掉 真的没有骗你 开什么玩笑 你觉得我是白痴吗 姑娘 你们好 来自苏格兰吗 是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发音听起来很像剧里的野人 据说有条龙将会淹死 那将是悲剧性的遇难 但生活还将继续 就如同我们所喜欢的其他剧中人物死亡那般 我认为剧集将会更加野人入胜 这不意味着世界末日 那么你对杜高斯贝电视小组编造的虚假剧透有什么开发呢 你是一个聪明的家伙 但并不像你想象的那般聪明 气泡 气泡 我很喜欢 一个小的问题 你知道他会在第二集中找到一名新朋友吗 请安静 我现在很忙 我在做肥皂泡 今天不行 你再也见不到我了 我发誓 告诉我 要手指还是舌头 陛下 你怎么看杰米会在第二集中杀死瑟西的传言呢 我想看看 预告片已经有呈现了 我还没有看呢 你怎么看待剧透的人呢 我恨他们 如果你觉得这会是圆满的结局 那么你并没有集中精神 你怎么看待第七季第一集中斯塔克家族的复兴 不要告诉我 我还没有看第一集呢 真的吗 当然 那抱歉了 不要将我所有的快乐打碎 如你所愿 你会因此受到惩罚 你不需要剧套任何内容给我 可是 杰米将会杀死瑟西 不 不会的 她现在是女王 但杰米还是会杀死她 我现在别无选择 我必须回家看个究竟 你怎么看待那些喜欢剧透 传播权力游戏谣言的人呢 听着你把我激怒了 我不太明白你的建议 我完全明白你明白我在说什么 你看了新一季的第一集内容吗 不知道你是否了解最新的信息 你在说什么 你有没有听到有关新剧集的内容 没有 也极少数 你不知道杰米在第二集中杀死了瑟西 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不 你这是在开玩笑吗 是的 不信任我 这是你下马后所做的最明智的事情